第二代,我講了太多了,蘇老司 第二代,等一會輪到蘇老司可以講一下 因為裡面牽涉到九龍城寨、大便戰爭 許長邦就是我們的第二代 很多人就說他是許拜廷的大兒子 其實實際不是,他實際是第二兒子 如果按牌,他實際是許拜廷這麼多 22個小孩裏面是第五個小孩 但兒子是第二個,所謂叫五澤 許長邦就是,剛才講過了 他考了舉人之後 他基本上在道光12年、1832年中了俊士 但他未中俊士已經開始 1819年中了舉人之後 就已經開始是做官的 我剛才有講過 有些學者認為 就是很多人中了俊士 或者舉人中了俊士都好 都只可以做一個後補 永遠都做不成官的 只是掛著一個虛閒 在那兒等,等到什麼時候輪到自己去做官 在這個過程裏面,諷錄的很少 但是同一時間又要裝牌場 其實就很慘 但是許長邦現在中了俊士 他已經立即做內閣中書 又在刀察院做事 又在互報做事 原因呢 那些人推敲 就是因為當時許麥婷 既然他要培養他的兒子 要考取功名 向時代公約階層進發 那他又這麼有錢 因此之故他這麼重 就是許長邦考到舉人 他已經立即派人 馬上上北京 向利部啊 向其他人打點一切 就是安排到等他去做官 所以許長邦很早就去做官 那他一百...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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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二年中的俊士之後 繼續在外地做官 直到呢 一百四一年 因為當時他的媽媽 就... 這個梁太夫人呢 就過世了 他過世因為當時的封建 習慣呢 都是官員如果他 腐滑腦去世 都要回到自己的 總居地 所謂的遺跡 就去首考三年 那因此之故 一百四一年 他就回到廣州 那回到廣州呢 就剛剛遇到 當時就是鴉片戰爭 就是打到 正所謂如火如荼的時候 那他回到廣州之後呢 就是幾樣東西 第一 他本身是一個... 在外地做官 回來就是一個紳士 另外就是他 因為父親當時許大廷 那現在.... 他還沒... 還沒在世 那... 那父親又是社會裏面 一個... 社會領袖 那又這麼有錢 因此之故呢 就... 那些人就推舉 就... 去... 去... 做這個所謂.... 抗英 抵抗英軍入侵的... 主要的責責 那當時呢 它就得到那個呢 得到當時的 靖翼将軍翼山 以及當時的兩港總督就叫祺圈 他們兩個委任他就叫一個叫勸捐局經理 這個勸捐局的作用在哪裏呢 勸捐局經理的作用就是去打心口 在整個廣州城就有那些士山階層 有錢好或者一些官員打心口就叫他們捐錢 捐那些錢出來做什麽呢 就是組民團 做戰船 以及做武器 他自己身私事出自己捐了六萬多兩百 另外就集了一百四十多萬兩百 做了很多民團 做了很多戰船和武器 打英國佬 英國佬呢 以及除了打英國佬以外呢 因為當時在整個廣州 廣州周邊的地方 那些士山階層就成了很多社學 什麽聲鼓社學啊 很多社學的 這些社學就是一些團體 士山階層所組織的團體 就是用來各地去組織自己的民團 佛山 少慶那裏都有 那麽許長江就作為這群社學的領袖 那麽當時有三元里抗英 那麽在三元里抗英之後呢 就再打到英國人當時的議律都被 在三元里的時候都被圍住了 那麽後來英國人知道呢 就是廣州已經打不下去了 就是這班廣州佬呢 太過難前了 就終於呢 就決定了 就儀私去打下門 那麽就 那麽也都因爲這麽的事情呢 許長江呢 就被 當時的杜光皇帝呢 就上了他一個 所謂戴那個 所謂花靈 戴花靈的一個掌上 那麽然後呢 就 那麽 一會我會給蘇豪斯講 那麽講之前呢 我先可以講一講呢 就是 還有呢 我們當時呢 找到一個很有趣的 尚語 一個很有趣的尚語呢 也想和大家分享 那麽在今次這個 在今次的展覽裏面呢 是沒有展出的 那麽呢 就是 這個尚語呢 就是當時呢 後來 花靈戰爭之後 就打了上去華東地區 打了上去山東 那麽 那麽你看到這個 這個呢 就是當時呢 山東那邊呢 都和英國人在這裏打的 那麽時候呢 他都是 說 許長江在廣州當時 就是 這個所謂圈圈國 所總 集了那些錢 做了那些戰船 那些武器 當然做那些戰船呢 是很有 很合用 很合用 在內海裡面 內河裡面 去用的 因此之故呢 山東那邊呢 就是 說 就是 可以參照 許長江所設計的那些戰船 就希望呢 就由兩港總督那邊呢 代他們呢 去 去製造這些戰船 然後呢 幫他們 駕駛去山東那邊 等他們去打英國的人 那麽 那麽這個呢 都是一個頗有趣的 一個 一個上語來的 知道就是當時 許長江所作出的貢獻呢 其實都是很大的 那麽然後呢 就除了 這個貢獻以外呢 就是到1842年的時候呢 當時呢 就 因爲那個 南京條約呢 就是 英國人打到 英軍打到上去 華東地區 打到南京的時候呢 那麽呢 就 終於呢 就一簽了南京條約 就將香港 割讓了給英國 成爲英國的殖民地呢 那麽在那個時候呢 就許長江呢 就向 他當時呢 就是向 當時的兩港總督 奇英呢 就建議呢 就是怎麽樣呢 建議呢就是說 因爲香港島國 讓了給英國之後呢 跟對岸的九郎 當時的九郎 裡面是中環的領土 只是隔了一個所謂的 維多利亞港 那麽就很 很短的距離 隨時游水都可以游到過來 那麽對這個 對這個 中國的領土 受侵犯呢 是有一個很大的威脅 那麽他呢 就建議 作為一個社會領袖 他就向其英建議呢 就說 我們應該是在 香港島的對岸 九龍南灣 這個地方 當時已經有一個炮桌 就去建一個城寨出來 建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呢 就作為呢 一又用來監視 對岸的英國人的道正 就是如果他有些什麽 一舉一動都起碼 第一時間知道 同一時間也都作為呢 就是香港一個英國人的殖民地 跟廣州當時 以中國沿海裏面 一個最近 跟英國人最近 相對的地方 的一個形象 作為一個保護的第一領領象 那麽當時 麒英呢 就是 同意他的建議 那麽同意的建議呢 又是了 他又是去丟心口 就是自己 先出了一萬多兩百元 就再去丟心口 所以呢 現在不只是一個許家捐錢的 其實 你可以看到這張東西 我們這次展覽出來 只是一個小部份 其實整張東西 你看到 是很長的 其實很多人捐錢 你都可以看到 這個位置 其實是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人堅持 有些可能捐五百兩 或者三百兩 可能甚麼 但是捐得最多那個 就是他 所以他排頭位 他捐了一萬多兩 以及他是牽頭 去組織這件事的人 那麽所以呢 這個就是 許長光 跟著的另外一個貢獻 那麽他也因爲這個貢獻 就當時給道光皇帝 就貼了一個 以罪以道元即選的 的行頭 那麽我現在 交給蘇老師 講一下關於港龍城寨 那麽他也不理會 那麽他也不理會 那麽其實 那麽其實 就是許氏家族 他在 那麽中國近代 那麽我們 的事先 有同時 演ا 那麽特別 在同鄉和歐巴的香港的租國際 第二個就是香港的可能性債 其實在1840年的時候因為那麽變現 英國又要將來打這個惡國 我才講過 當時在重溝為首 他們一般時辰都遭到的所謂時刻 就去香港的面相民團 我最多三年後來 三年來 所以我想說一聲炮仰 兒女擺盛 三文明頂著小炮仰打 五次回購 當時是六千萬港区中 六千萬港区中 七次二對中 八人對七次二是八千斤 八千斤無法打 九九打 結果十足輸了 這就是當時三年一段順口 順口來發 這樣 這個人就在一百四十一年的一年份就登香港 所以當時被簽立經典的名簽假 當時是一百四十一年在香港上登 英國人之所以要登香港 不在香港 因為香港是在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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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東 現在我們快過會知道 香港收治就到了 根本就去到美國 但一就是西方、東、東方中一個共同藥點 第三年 香港是一個北斗亡 北斗亡的英國的兵 水深港湖 兩邊求求同理不生 就是那些人說過 而英國當時青龍世界是在馬國軍 所以要離放 但只見一個九龍 不行的 對面是九龍 所以當時英青龍世界也有 用這個設施被罵 最早期那些爆發給你們 都沒有很多爆發 當時又不是抗爭的 但是這個一百四十一年 都沒有太過勁了 於是青龍世界就覺得 彈員 於是就把這個爆發搬了過去 現在我們就接駕駛了 叫九龍爆發 到這個英文致命了之後 他們就第一次打過來 打過來 那時就探了 探了這個 駕駛了爆發 那他將這個爆發的石垃圾 即是中國的日本的 爆發石垃圾 根本就是哪個 現在跟他堅島 其實到現在我們來那個 洪洪洪水路 香港人就是香港的地方 就去了一個爆發 就是將中國的馬海 石垃圾 英國的馬海 都叫做 堅林爆發 這個馬海 這樣的話 什麼呢 不是我們打成了 是我們抵抗武的波 還有法國的 狗得二路 因為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英文不即是打 但是當時因為 大家看到 要知道這個 英軍是自在於那個九龍和羅室的 所以當時他們就在九龍隊流先 爹地坑的南亞 爹地坑 就是九龍隊成的一個大的地方 就興建了一個洪洪洪洪 但是 英國的秉承 於是他當時 以許祥光為首席時身 剛才說了 很大的事就是他做了 這個民團 這個傳聖 英國英軍 但是 哪些單單地一個洪洪呢 就要收款了 那當時 他們收了四十幾萬多 但是 在這個華東 九龍城 就是 只不過是等了三萬多的人 包括了官地 包括收到收集 所以所有當時 人家在華南的大陸 因為他們說 那麼大陸都在中華 除了因為 許祥光是去 即是我們不要說 他叫做威迫的有 但是 是有一個影響他的門 有個運動 不能因為要捐錢 拿個官做 但是 其實很多問題都說 他們對中國的那種負責之心 四十幾萬 當時才是 很想當一個人 已經貪圖了這個政權 收了四十幾萬 只不過是三萬多 這個就關於他當時的情況 但是 領了這個 九龍城寨之後 就作為一個 中一個的抵抗 多多香港人 北京後的遷命之後 就到了九龍城寨 依然都到處於中國 中國人 都看不到 多多這個大城寨 就是這個大陸 九龍城寨 就說到怎樣 為什麼 九龍城寨 仍然都屬於這個 中國人 都不會給這個 這個抵抗 九龍城寨 現在好像是三萬多地帶 這個就排了一個段 那去全方 最大陸 最大陸 就是偷見 九龍城寨 九龍城寨 現在就說 我們看到這些場 我想知道 它是九龍城寨 最初 我想說 九龍城寨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在 九城寨 是沒有九龍城寨 但是九龍 九龍有個城寨 所以叫 九龍城寨 那我就不知 為什麼 就說 一直寫了九龍城寨 剛才 我想說 上月是 杜光二十年的 首頁分寨 就是九龍城寨 而九龍城寨 我想說 就是 杜光二十年的春寨 那到底這個地方是 九龍城寨 是九龍城寨 是九龍城寨 我知道我不是說寨寨 因為我經常說 有些九龍城寨 到底這個地方呢 現在我正在問 到底是九龍城寨 或者是九龍城寨 是九龍城寨 或者是九龍城寨 但是 照計來說 你如果 上月就是皇帝下來的 應該就會 準確一點 皇帝應該不會錯 是啊 皇帝說的 但是你應該經很多人去 錯了都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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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這樣 城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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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在這個城寨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探討 我們能看到這個九龍城寨 現在我們看到一個下面的 下面的下面的下面 應該是九龍城寨 另外一個南門 我們看到那裡的城寨 應該就是九龍城寨 現在我們看到那個 胡懷古就是這個地方 那到底是剛剛 現在我和他現在移到 最主要先存在民意的是 城寨 那為什麼 不需要說過 我們說錯了 這個地方 應該是說城寨 因為我都會說城寨 是的 我們從小到大都是九龍城寨 就是後來掘到那個出來 就變成九龍寨城 但是最主要就是你看回 尚遇 尚遇就是皇帝的 沒錯 就是聖子的聖子 聖子應該經過很多人去批核 才會出來 不是皇帝說了算 也有很多人幫他去嗎 所以我們就覺得 我個人就覺得應該是九龍城寨 自小到大都是九龍城寨 我們繼續下去 再講一講 另外有兩件事可以講一講 就是 一就是他長光的 他跟香港另外一個 除了剛才 在一片戰爭的時候 打英國人 他牽頭去建九龍城寨 另外一個跟香港有關 就是在1849年的時候 當時就是怎麼樣 其實在南京條約的簽訂的時候 就是除了說要各樣香港 港島捐六百萬兩百元以外 另外就是五口痛傷 就是要開放五個城市 給這個口岸城市 就是給英國人 進來做生意及居住 其中一個城市就是廣州 但是廣州人 要是自從這個阿片戰爭之後 就對英國人有很大的抗拒 因此之故也都一路都不容許 英國人在進城裡面居住 或者做生意 仍然是他們在十三行那個地方 就是專門給外國商人運作的地方 只是容許他們在那裡生活 或者在那裡工作 當時其實在1847年的時候 當時的戴維斯 就是搬行的上一手的港督 就已經和其英 就已經為了這件事情 已經大家就吵了很多次了 因爲香港的總督都受 譬如是兒窩的大班 泰谷的大班 這班英國的商人也都給了很多壓力 就是我做生意 合約就簽了 就是鬼島最講合約的 我簽了我就要去履行 我們南兵旗約簽了給我入住 入住裡面生活 那我就要入去 你整天都不讓我入去 另外香港的總督 就是辦事不靈 原本戴維斯 就已經和其英在交涉 其英當時就說 喂大家簽 現在進去一定不行 那些廣州人很難搞 現在個個還是民怨沸騰 那我拖兩年 兩年後 1849年的時候 你才再來入城 但是實際呢 就到1849年的時候 他都走了 戴維斯也走了 那這個班銜 他上任之後 他就要去 就是廣東的政府 要去履行這個 這個就是給英國人入城的 這個這樣的 所答應了的事情 那當時的兩國中 就是徐廣進 還有巡婦就是葉明心 那搬銜就直接 就把戰艦洗到珠江口 就是作為一種壓力 給當時的兩港總督 就是說 喂你一定要容許我的英國人入城 如果不讓我入城 我就可能要再打過來 再跟你再打多次 再打多次你們廣州 那葉明心他們呢 就在這個情況下 就推舉許長光 就出來 這個叫做 叫廣州義勇管大 當時為何許長光又 他原本都已經出了去做官 為何又會繼續在那裡呢 原因呢 就是當時許拜廷已經過世 許拜廷已經過世 許拜廷是1846年過世 因為要盯三年賦休 他當時剛剛好仍然是繼續在廣州 那由他呢 就去做這個廣州義勇管大 就去想辦法去對抗這個左英人入城 所謂的左英人入城 入城戶屎的舉措 那許長光就很聰明 他呢就是 組了十幾萬的民團 全部都恐怖有力的廣州 廣州仔 就走了去十三行 那裏圍住整個十三行 在那裏就敲鑼打鼓 喊打喊殺 晚上就火光紅紅 然後就不讓這些英國 不只是英國人 十三行裏面 還有其他美國人 葡萄牙 甚麼人都有 不讓你的鬼佬進出 又不讓你把食物運進去 那裏圍了他們三天 圍了他們三天之後 裏面的人當然有 你不要說十幾萬人 你找一萬多人圍住 禮賓府都已經裏面 為什麽有一陣子沒得睡 何況他十幾萬人 還要那個喊打喊殺 敲鑼打鼓呢 那他在圍了三天之後 他在長光自己親自 帶了十幾個廣州的時薪階層 包括那個 儀和那個買板 即是聖遍那個 那個五崇 五崇驅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應該怎樣 就十幾個時薪階層 就進去跟這幫英國商人說 解釋一下 就是你看 現在這次我們講的 就不會容許你的英國佬進來 因為阿比戰爭已經弄到 我們現在不說阿比率 就不容許你們進來 如果你要進來 就肯定跟你死過 所以你不要生氣 嚇到很多人 那些人都覺得不行 我也是做生意 我何必要搞到 連命都沒有了 那時候 而同一時間 就許長光寫了一封信 給潘南總督 這封信在今次的展覽裏面 是有表出來的一個 是打字本 就是他那封信 就很有 和他講道理 和他講道理 說給他聽 就是你其實都是想做生意 你很入例性 裡面都是想做生意 但是你問他進來回憶 廣州的人民是不歡迎他進來 你進來回憶 你這樣進來只會是 出現雙方面會有衝突 就是求財 不是求氣 無謂要去做這件事 那搬銜當時 有些學者說 他當時在珠江口的艦艦上面 就用望遠鏡看到十三港上面 就是火光河 知道都沒得搞 廣州人搞不定 決定就是 將戰艦駛回香港 那這件事就變成不了了之 一直拖到應該是到一百五四年左右 英國才有權 入到廣州城裡面居住和生活 那這個是他另外一個貢獻 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另外 許長江一個很大的貢獻 就是那件事 在這次的展覽裡面 基本上沒有什麼著筆 包括在外屋的書裡面 都沒有什麼寫到 那個就是在太平天國的時候 是許長江所擔當的角色 還有不僅是許長江所擔當的角色 是許家所擔當的角色 這個是我們那個作者伊利 他當時在找很多史料的時候 才找到 第一 剛剛許長江是在1851年的時候 他去了廣西 當時在桂平 桂平縣他當時做了廣州 廣西是桂平五一言八道 但是桂平當時剛剛好 就是太平天國的時候 就是太平天國起義 就是在桂平很大的地方 他剛剛在這個封口上面 在這個封口上面 當時就 咸豐皇帝就派了 當時的陰差大臣蔡相雅 一個蒙古人 要去平定這個太平天國聯軍 但是實際 蔡相雅就不太懂管理軍隊 他沒有什麼這方面的經驗 實際就是許長江 就是在這裡主理整個 當時打太平天國聯軍的工作 和他去做 而在打太平天國聯軍的時候 現在我們查到那些資料出來 就是怎樣 當時這裡有一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當時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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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當時在 在桂平 就是桂平 就是桂平的時候 派他立刻去幫蔡相雅 這裡有 其次呢 就是 你看到這裡 如果你留心點看這裡 就是 當時就說到 就是 是 是 sorry 許長江 就 向 就是 這個 韓國皇帝 就報告 就是說 他收到 廣州的家書 就說 原來廣西 這些太平天國的聯軍 就正在準備了攻擊 就是 軍方的糧倉 但是 他要怎樣 就 就向 韓國皇帝報告 那現在我們找到 那些資料出來 就是當時 從這一點可以看到 一 就是當時 我們許家 認為 就是 許長江這次 在廣西 剛剛在正英國太平天國聯軍 的時候 這個封眼口 是一個大好的機會 去 庫校朝廷 還有就是 會是有可以爭取表現的時候 第二 也都看到 許家 當時是幾有錢 就是怎樣 因為當時 就是 長江的弟弟 應該叫許麗光 就是 許應葵的爸爸 當時管理 我們許家 所有產業的 這位 這位 許麗光 他就是 一 就是在廣州 組了民團 招攬了很多廣州 還有廣州 附近的 壯丁 招攬了民團 做了一些武器 然後 運這些兵 去廣西 協助 他的大哥 去長江 去打太平洋 天國聯軍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他請了一批 戰 即是打仗的專家 就做了十個打太平天國聯軍的十策 就是交給大哥 然後大哥用這十個策略去打太平天國聯軍 以及現在再看到這裏 就是他甚至當時是有些所謂探子也好 甚至派的那些探子 或者他用什麽方法用錢 收買到那些戰報或情報回來 知道太平天國聯軍準備要結糧倉 全部這些 從這一點可以看到 就是 就是 許長光 許家當時 根本上是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他可以報效成庭 還有可以有所表現 那你後來還要看到 就是後面 你看到 就是當時 就是這個實力 諸如此類 他當時是打贏 打到 就是後來貴平 太平天國聯軍 覺得他也是打不下去 就開始攻打湖南 攻打湖南的時候 曾國凡是打輸的 打敗仗的 打敗仗的時候 就曾經就是想請 希望 鹹豐皇帝 就安排 許長光 在廣西 過去湖南 去救駕 去幫他 去打太平天國聯軍 但是 所以有些 平時學家就說 很可惜 就去長光 因為他很可惜 他在1856年 就去世 當時他去世 不是 1854年 他是56歲 就去世 當時還在打太平天國 就是 如風如徒的時候 很多學者就認為 假如他不是這麼早死 他繼續一直在廣西 一直去打 和協助曾國凡 一直在湖南打 他可能 許長光 在太平天國 這一次的戰亂之後 清廷就開始去 起用漢族的官員 曾國凡、李鴻章 這些人都是 那段時間才開始 就說 如果許長光 不是死得這麼早 他應該 他那個仕途的發展 應該不會下於 這個曾國凡 那如果真的 這樣的話 也可能許家正的發展 也可能會不同 蘇老師 可能有這樣補充的問題 因為 好像看不到 第二次 亞美營爭 那個發生 第二次亞美營爭 亞美營爭 第二次亞美營爭 就是 令到香港 就沒有了 九龍半島 將那個隔岸街以南 包括廣泉州 在內的這個 這個半島模組 那另外一個就是 可能 如果 過去英國領軍 應該知道了 英國領軍就進駐廣州 剛才你講的 廣州 都是不被 港人居住的 但是 這個 但現場之後 就開始 英國領軍 佔領廣州 所以現在我們講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教堂 石室 大家知道什麼 石室就是當時 法國領軍 他們因為 在這裏 於是法國政府 就要求 在那裏建一間教堂 那這間教堂所在的 還很多人驚訝 就是在我們以前 我們廣州的 提到華門 是很 即是 講了幾 幾個六成 一個法國駐軍 中國駐軍 那裏建了教堂 當然我們 這裏建議不同 現在這個教堂 就是我們全部 中國最漂亮的 一個石室 一個石造教堂 這裏我們叫做石室 現在的教堂 也是在石頭 全部 都在我們九龍門外 四二三 四二三就是 茶哥靚的縣戶 在西草灣 和我頭哥 這裏建立了 而 特命天案 另一個對香港的影響 就是大量的難民 包括有錢 但是沒有錢都來了香港 有錢的來到香港 做甚麼 就拿白行 這班的創始人 沒有錢那些做甚麼 剛剛那時 英國人拿了香港島 他們要填海 要建得庫 皇后大堂 得庫道 要建很多樓 這班沒有錢的人 來到香港做甚麼 做玻璃 做石仔 令香港在那段時間 有大量的路面補充 所以說香港的歷史發展 其實和內地歷史的動亂 都很大關係 香港的一路一路人 上面有亂 我都不補充了 所以 所以答問這個 雖然似乎 我們香港那些很遠的 其實很文實 一樣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去長江 去長江過世就是早 如果是長命的 可能對許慈家 做那個歷史有些改變 可能對這個 鄧導師 都有些改變都不一定 那去長江過世之後 又到他另一個世限開始了 大家會覺得太悶了 真需要 真需要